奇葩挑战 食品辐射药 懂了吧 没带辐射吧 这是要全程吃辐射药的节奏啊 并没想象中那么简单 打架的时候辐射多影响节奏啊 那么大噪音也听不清脚步啊 所以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现在我终于可以正常带装备了 这是唯一的好消息 毕竟辐射药有限 不到一定程度坚决不吃 吃完还有一段时间不被打扰 感觉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刚想说怎么回事 这把没人来呢 你听 来了 还是个不走寻常路的 幸好刚吃完辐射药 噪音还不算大 脚步听得见 看看掉啥 一个六级甲 毒眼蛇的可以换上 不过辐射药就不要了 有一种不想丢 还不得不丢的感觉 我也想知道全被辐射的话 十个辐射药能不能够 一个两万五 十个就二十五万 都差不多等于一块辐射板了 也就整活的时候才会这么干吧 不然谁傻呀 不知不觉我已经很肥了 固执即将达到三百万 等等 脚步 又是在辐射不严重的时候听见的 只能说算他倒霉 他在开箱子 等他一会儿 拿来吧你 行走拿下 不错不错 这样下去的话 后面也不至于太难 又爆红了 这也不行啊 跟我都不是一个档次了 真穷啊 第三瓶辐射药不吃不行了 看这情况 十瓶应该够了 还有能量必须十克都满 这个很关键 不然掉血受不了 我饮料够 多嚼张啊 还是钓鱼呢 信号枪打在地图正中间 钓鱼也没这么钓的吧 多看他一眼 都算我没忍住 开我的箱子不香吗 我能打理他 都已经快四百万了 什么概念啊 我就是行走的鱼钩 信号枪算是浪费了 返回杜条的前提是不加伤害 之前试验过 辐射区根本返回不了 不知道在玩什么套路 我是不可能上当 我这么肥 我跟他们撤啥呀 虽然我很红 但贴近脚步了 这个辐射药省不了 虽然辐射区还没多严重 但这种时刻省不了 换个地方 他好像也发现我了 想不到吧 我在这呢 啊 没搞定 别跑 大战三百回合 难受啊 就像之前说的 关键时刻 辐射影响节奏啊 快点解决他 是真能逃啊 这家伙我抓不到他了 一心走确实没办法 先把辐射消了 才是耽误之节 不过如此一来 也算放虎归山了 暂时不受辐射影响 可这家伙也不跟我打 这种情况最怕拖着了 我猜你在那儿 没炸到吗 脚步不是很慌乱 应该没炸到 糟了 我怎么听见好几个脚步 又来人了 哎 这是干啥呢 说的可不是他 里面至少还有俩 我不跟他们玩了好吧 我固执4.7我何必呢 转身再蹲一波 要不要来追我 算了 没人来呢 我可走了 腿羊走了 轻松完成 再来一把 依然十瓶辐射药 现在我知道了 绝对够了 走吧 去辐射区 谁呀 谁打我呢 可别被我抓的机会 被反杀了吧 本来是不想回来填包的 但就是有种预感 不回来可能要错过一个月 是枪吗 是把啥枪呢 nice 好东西啊 不瞒大家说 这赛季我还没有呢 没白浪费时间回来 怎么感觉前面有人 呀 又来 岂有此理 拿下 还偷袭 爆红了吗 啊 这不一样的吗 又一把 这种情况吗 我好像没办法去辐射区了 还没怎么样呢 包满了 毒眼神没空 我肯定不能丢啊 要 问题不大 他完了 幸好我刚打个假 这个耐久都没了 他是真的勇 就算有投掷物 你以为就吃定我了吗 拿下 他怎么会天真的以为 燃烧瓶比子弹打人还快呀 没到东西是吧 行 算你运气好 不跟他们玩了 走人了 反正赚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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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